我們現在視訊連線 新北市議員葉元之 元之你好 廖州 石剛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元之你為什麼身體 看起來有點僵硬 因為我作者 因為我是作者 所以 元之 你今天有看到張景森 平面媒體說他是翹班 在禮拜一上班的時間 到北海岸 密會了一個畫家 女畫家 長達6小時 可是後來張景森說 沒有 他其實是去辦一個 因為他們8號的時候 有一個廠刊的活動 所以為了那個廠刊的活動 他們預先討論了6小時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為了一個廠刊 堂堂的政務委員 他要親自出馬 而且要花6個小時的時間 真的是還蠻離譜的這件事情 因為什麼叫廠刊 廠刊就是一個 事先規劃的活動 通常都是由幕僚去進行 一定是幕僚去廠刊 先去看清楚之後 去跟長官報告 然後長官在決定怎麼做 很少有說長官自己去廠刊的 而且還跟一個女畫家 我個人我是第一個 我是不太相信說 他是為了廠刊 然後還去做一個會前會 這個可能不是很能夠說服我啦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在想說 是不是蔡英文總統 他已經覺得他選情穩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都知道之前蔡總統 他們國家機器整個都動起來 上上下下 我剛剛有看你的節目 不是有提到另外一個政務委員 你講的 你自己負責任 不是他是不是 是你講的 我不知道是誰你要負責任 那我講這個政務委員 他曾經做過的事情好了 他就是有一次辦了一個 數位的什麼一個論壇 要討論國防政策 那你知道他找誰來參加 對談國防政策嗎 他找了一個目前在跟蔣萬安 對打的一個無姓立委候選人 就是肌肉很大的那位 誰不知道是吳英農 他跟他 你該孤隱其名的你不贏 然後不用贏的你贏了 贏了 講完從選去其他對手 他說吳姓 吳姓 吳姓 你知道他找吳英農幹嘛嗎 兩個人不是 因為我對吳英農的印象就是 肌肉很大 然後他可能是金融專業 結果他找他來對談國防政策 我想問一個事情 可是他說他是特戰隊出身 特戰隊那麼多人 你為什麼只找他 而且你要國防政策 應該很多人都有這樣的一個資格 你為什麼特別挑選他 那就是因為他在選舉 你希望透過這個論壇幫他曝光 這個大家司馬昭之心一看就知道 你看光這個兩個唐鳳 他都很有選舉意識 他都知道說辦個論壇都要找立委候選來參加 有助選的作用 那你今天張景森 你還可以花時間六個小時 這麼悠閒到北海岸 然後跟一個女畫家去討論場刊的事情 那所以是不是代表說 要嘛就是張景森被邊緣化了 要嘛就是蔡英文總統覺得選情很穩的 是不是這些政務官 已經可以不用再去做選舉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不太能夠說服我 他的理由不太能夠說服我 原資還有包括這個法務部的政次 蔡壁仲在臉書 這樣說要用選票黏住消美情 可是因為法務部負責查會 而且如果選舉有爭議的話 他們也是直私的這些官署 那現在這樣子用正次的身分 告訴大家用選票黏住消美情 你覺得適合嗎 我覺得非常不適合 我覺得要從你剛剛講的很好 就是說政務官他如果說要用下班時間助選 坦白說真的是無可厚非 但是有一些單位不能夠介入到選舉的事情 像我以前是在新北市政府 像民政局長 因為他是兼選委會的總幹事 所以通常他都不會去介入選舉 那即便是他沒有兼選舉委員會 有時候民政局長因為他長管護政 或者是他長管一些政府的系統 那他都會盡量去避嫌 那同樣的道理像 法務部的相關單位官員 因為他是要查會的 那假設你這個部長 或者是正次你有立場 你就是想要去支持某一位候選人 那我就很想我們就會質疑 那請問在查會的過程當中 你已經希望消美情當選 假設某一個候選是你支持的對象 他如果說涉及到會選的話 你會不會抓他 你就是希望他當選 那他就查會了 那你當然大家會質疑吧 你是不是就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那他的對手即便是沒有 沒有涉入到會選 你會不會故意去找他的麻煩 去找他挑他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會外界質疑的 那你知道現在 你知道現在國家機器動起來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昨天我們也有看到一個新聞 國有財產署照道理來講 這個跟選舉已經很沒有關係 國有財產署管財產的 有沒有這個再怎麼樣 你都想不到他可以跟選舉扯上關係 結果居然在今天早上派了怪手 要去雲林就是韓國瑜的岳父 他們曾經在十幾年前租過的一塊地上面去開蛙 懷疑他們是不是要有一些 掩埋一些非法的掩埋物 你不覺得這很離譜嗎 國有財產署 都這樣子動起來 那更何況是法務部 那內政部也是啊 你剛剛講說內政部也非常不適合介入 去跟選舉有關 為什麼 因為內政部管護政 內政部也有管到選務 結果那又更不次長 在蔡英文的場子 交新住民說 要把票唯一支持蔡英文 政黨的話說要唯一支持民進黨 還說投小黨是浪費 甚至於說呢 如果你不小心蓋錯了 你要把它變成廢票 你如果不仔細去看那個全文 你很難想像這句話是出自於一個 內政部的長官的嘴巴 去教人家把票把它投成廢票 這個是很離譜的 那所以當你內政部的長官也有立場了 請問一下 你怎麼能夠辦一場公平的選舉 所以像法務部蔡壁仲 內政部的次長陳忠諺 還有其他的像中選會 中選會像是副主委叫做什麼 陳朝健是不是 也是非常離譜 每一個人抽到號碼 講個吉祥話 司剛選舉過我選舉過 大家這個都慣例嘛 講個吉祥話媒體拍一下 我去年選舉的時候我抽到2號 那時候本來我比較低調 我想說抽到號碼就回去做 記者就說原資原資你拿一下 你抽到2號心情怎麼樣 我就說原資原味Yeah 2號Yeah 記者他也會要求我們去 講個吉祥話 這是慣例 這個吉祥話 結果大家都可以 韓國瑜不行 因為說韓國瑜旁邊的人不能講 奇怪之前別人的旁邊有沒有講 沒有人會去管這個事情 可是中選會的副主委說不行 不行 不行你違反行政中立 然後還挑出來一個很奇怪的法律 說候選人不可以到行政機關去拜訪 去造勢 我覺得非常好笑 他去抽號碼 你可以把它講成去行政機關造勢 所以你說行政機關有沒有動起來 有 中選會副主委千不該萬不該 不能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就會讓我們懷疑到這次辦選舉的 公正性 我們現在很多支持者都很緊張 都很害怕 常常會傳簡訊給我說 你們會不會害怕民進黨動什麼手腳 基本上我們都是安定民心 都說我們相信這個選舉是公平的 我們都一直在安撫 結果你們的政府的官員 這些辦選務的機關 查會的機關 一直在講一些政治的東西 一直在帶風向 那你不是就讓很多人民去懷疑這場選舉嗎 你們為什麼連我們都在安撫 你們卻自己在帶風向 那你們就是自己把挖一個坑 讓自己跳下去 那原資講到雙標 還有一個話題 就是吳主席 吳敦義 昨天說蔡總統是 衰貝雜貌 說這個衰的人做總統 讓他下台治安有這麼差嗎 總統就很生氣 明年站起來 唾棄這種充滿歧視的政黨 那衰貝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就是說你這個人很倒楣 這個應該沒有歧視的問題 問題是就是在雜貌 雜貌這兩個字 是不是有所謂的充滿歧視 這個可能大家要對 有些人可能因為台語裡面雜貌 常常會用比較 那個比較負面的用法 所以可能會覺得說你歧視 但是大家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波特王撩蔡總統 這個波特王對蔡總統說 我想把你寵壞跟你在一起 我是你的人 你是我的心頭肉 我要把你當成結婚對象 那蔡總統問他說 你有腦袋嗎 波特王說 我裝的都是你 那蔡總統說 禮貌一點 這是總統 總統說總統都可以撩代表什麼 是台灣民主自由的代表 是一個這個象徵 所以大家問一件事情 如果用台語講雜貌 叫做充滿歧視 那撩嗎 這種自我物化的 叫做台灣民主的象徵 這很奇怪 聯合報的特徵就說 撩妹政治之下 物化比性別歧視 有民主格調嗎 袁茲你怎麼看 對 當然第一個 吳主席這樣講 那今天我們黨內上上下下 也有人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像副主席 郝龍斌也說 他認為也有檢討空間 那我們早上韓辦的 一個女性發言人王淺秋 他也說身為女性 他也認為說可能也是會不舒服 那我覺得講這句話 不同人不同的感受 我都尊重 但我覺得民進黨的確 也有拿這句話來操作 就是說把這個事情把它放大到一萬倍 譬如說他就說 你對女性有歧視 但是實際上他這些 吳主席講這句話 有兩個兩個詞 他把兩個字湊在一起 一個是衰 一個是女性 你是一個衰的女性 那衰的部分沒有人在討論 大家只討論說 他是質疑說 你是一個衰的 女性很強化女性部分 然後就說你是歧視女性 所以今天洪秀柱就說 只要把女性拿掉 你說他是衰的 洪秀柱就認為說 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有被過度放大 也有被操作 但是我我是尊重大家 心裡的感受 可是蔡總統自己 講得好像很高道德標準 好像自己對於性別這件事情 都是多元化很尊重 但是你卻被一個網紅去撩 然後你把自己誤化了 然後你還一副就是很得意 就說你看連總統都可以撩 代表說這是民主自由 其實根本就不是這樣 其實你是為了宣傳你自己 你為了要凸顯你自己親民話 所以你才會去被他撩 那不然的話下次司剛 你去撩蔡英文總統看看 看他會不會給你撩 然後如果他不給你撩的話 他還講不到就被駕走了 應該被駕走了 對 司剛你看他不給你撩 你就說你不是說可以撩總統 就是民主自由的呈現 你都不給我撩 我覺得他講話是經不起檢驗的 然後再來就是 今天我想問蔡英文總統 你今天去被波特王撩 請問一下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你今天你是總統 正常來講你是為了國政 你是應該要從事國政 因為你也沒有請假 然後你也有領薪水 那你現在要選舉 因為你是候選人 所以你要選舉我們知道 但你要選舉 你也做一點稍微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按照民進黨 今天有一個發言人跟我一起上節目 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蔡英文他去高雄 去看青創產業 所以去波特王的公司去參訪一下 所以要被撩 所以我會覺得說 蔡總統已經 他們一直攻擊韓國會請假 然後我們就說 你沒請假你在選舉 你不是更爽 他說可是憲法保障 我們可以不請假 所以咧 因為憲法保障 你可以不請假就去選舉 然後你就可以 這麼的合理化 你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去呈現出一場 很不公平的選戰 這就是他們這個 傲慢的態度 那所以我 我對於這種做法 真的是很不能很不能認同 但是我第二個我想要講的是說 我覺得蔡總統 有人把他譽為說是現階段的網紅 他現在網紅 因為你打開很多網路都是他 不管是波特王也好 國外的部落格也好 一大堆都是他 然後就說他網紅 但我覺得網紅應該是怎麼樣 網紅應該是 要靠自己的實力 比如說之前我有在我們大白話 宣傳過我的頻道 業員資源資源位 YouTube的頻道 那我平常就想一些梗 比如說唱歌給大家聽 或者是評論時事 或怎麼樣 你是因為我 你才來看我的頻道 這個我叫做網紅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 我都是去蹭別人 比如說張茲剛的頻道 我跑去參加 然後七澳洲頻道我跑去參加 我這不能夠稱為網紅 我只能稱為衝其量 是一個蹭流量的人 好那現在蔡總統你蹭流量 你如果是為了國政 蹭流量我們沒話講 但是你如果是為了選舉 老是出現在各個不同的 網紅的頻道裡面 我們就真的認為 實在是有一點過頭了 而且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到底用誰的錢 謝謝員資 跟我們分享很多 員資下次再見 拜拜